複製品的提述是並無必要 這個是責案 這個責要說明第五段那裡的 對吧 那豈不是要出個範圍 另外 本條例草案條例第七條新增的第 括弧五款清楚定名 並非不同於影片的影片聲帶 如由條例第六括弧一條聲音紀錄的涵義所涵蓋 則其版權須如聲音紀錄官受到保安 保護這個草案第三條 又是一個例子 對吧 另外有很多個例子 我省略 你那裡文字有 文件有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政府提出的修訂案 部分涉及非長題定名目的的相應修訂 英文叫related 不是你這個長題裡面所說的 for related matters 對吧 例如 新增條文第九十七條 修訂版條例 中的 草案中沒有足及的條文 將報導 這個是我提的 對吧 改為報導 即是引渡的那裡 指渡的那裡 改成這個道路的那裡 那個報導 這個修訂案顯然就是 改善該條例的施行及行文 的修訂條文 或者相關修訂條文 我認為委員會要注意目前草案長題 並不涵蓋相應修訂 你那個是related matters 不是那個consequential 這個 即是相應的 所謂 consequential amendment 是嗎 兩樣東西來的 剛才 馬從國觸我自失 英文是不同的 是嗎 有分別的 是 相應修訂 和相關事宜 是有分別的 是嗎 在 即是 律政署他們做的那些草案條文裡面 這個是很清楚有分別的 不是一樣東西來的 所以 你這個長題 講的是 相關事宜 定定條文 並不是 相應修訂 對吧 即是隨便都可以找到些例子的 包括相應修訂的修訂條例的長題 必定有作出相應修訂的提述 很多 你看回之前那些 譬如我舉例 事實舉一條 201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的長題 修訂區議會條例 cumber 自2016年1月1日起廢除委任區議會議員的制度 cumber 並對 該條例及若干付述條例作出相應修訂 是不是 類似這些不知多少 是不是 2013年信託法律修訂條例也是這樣 你不讀了 不要浪費時間了 2013年除害劑修訂條例也是這樣 是不是 即是這些例子數不升數 至於其他沒有涵蓋相應修訂的修訂條例 它的長題很清楚 沒有相關的提述的嘛 你好像2012年 修訂印花稅的修訂條例一樣 是不是 它的長題是什麼 你看看後面那句 是不是 修訂印花稅條例 對某些在2012年10月27日或之後取得住宅物業 於取得後36個月內進行的交易 徵收較高的額外印花稅 並對某些在2012年10月27日或以後簽立的住宅物業 買賣協議及售賣轉易契 徵收買家印花稅 分號 最後這句 與及就附帶及相關事宜 定定條文 由於這個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長題 並不涵蓋相應修訂 因此所有草案中的相應修訂 所謂相應修訂 都超出草案的主題範疇 我的說法就是這樣 不符合這個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五十括弧三條的規定 這樣 長題中存有及就相關事宜定定條文的提述 這個提述可否彌補上述長題的缺陷呢 當然不行 因為就相關事宜定定條文的意思 是有意於草案摘要性 說明裏面所指的相關修訂 這個也是馬逢國剛才提 我覺得它是一樣 沒有分別 就是有分別嘛 那分別很大 馬議員 所以你要等我講完才插我 是不是 我們不會無的放肆的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一大盆人在這裡搞的 是不是 我先讀 我知道 這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律政司的指引有很清楚的論述 他說在某些情況下修訂條例草案 可以對同一條例或者另外一個成文法則 作出與主要修訂項目相關 或者在相關的修訂 或者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同時述明兩者 我這個修訂就是 你要同時述明兩者 其中一個修訂案就是 另外一個修訂案簡單一點就是 刪除它 只是一個題目而已 就這麼簡單 是不是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要同時述明兩者 但是你沒有 是不是 你沒有 但是你作出修訂的時候 就除了這個所謂相關事宜之外 你還有一個相應修訂 是不是 問題就出在這裡 是不是 所以你給我說 大家就明白了 不過你走了 就是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 同時述明兩者 你就看回2011年 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的長題就是 同時述明兩者 是不是 不引述 大家看 有在這裡了 正說給了你 是不是 此外 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黎泰 在2008年曾經就 這些將來 我就會跟大主席談的 喂 我這裡要說就告訴這些委員 但是我會跟大主席講數的時候 我會說 你看看范徐黎泰的裁決 麻煩你 對不對 是不是 你也是主席 范徐黎泰 前主席 2008年曾經就相關事宜 這個詞的含義 作出書面的裁決 是不是 那就是 那個主要就是 針對 這個鄭家庫議員 就這個定額罰款給 因條罪行 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的修正案的裁決 來的 這些人 大家可以找得回 這些人 看回范太的裁決 就是這樣的 他說法律顧問認為 純粹基於政策理由 辨稱某項 已已修正案屬於長提所述 相關事宜的範圍 以求提出修正案 在原則上是錯誤的 議事規則第五十 括弧三條定名 法案需要有一長提 以一般性詞句說明該法案的主旨 因此長提應涵蓋條例草案的一切事宜 相關的事宜 且詞句 或其他類似意思的詞句的用法 只不過是一種草耳技巧 用以提述條例 草案所涵蓋 但再長提其餘部分 並無具體定名的事宜 且詞句並沒有 擴大從條例草案的條文所顯示的範圍 或令條例草案主題改變的效力 我們接納法律顧問的意見 即長提所述相關的事宜 且詞句沒有擴大從條例草案的條文所顯示的範圍 或令條例草案主題改變的效力 此外 我在過往所作的裁決已經表明 法案委員會在會議上討論的事宜 不一定被示威 與法案委員會正在審議的條例草案主題有關 我現在做的事 合好就是 因應你這個相關的事宜 我將它擴大了 如果你給主席財務你就可以掛了 那你呢? 是不是? 多一句而已就是要你加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找事來搞的 2007年二讀這個兩鐵合併條例草案的時候 另外一個例子梁國雄提出修正案 建議廢除地鐵條例第56條 以免除港鐵公司 可以在該公司名義 這個地鐵條例底下所定的罪行提出的檢控 有關長提提施斷盡管也都有就相關目的作出規定的提述 也都不能夠使到梁國雄以的修正案 符合兩鐵合併條例草案長提的相關提述 對吧? 所以又被主席否決了 另外 關於我們的立法會議事規則 有些相關的說法呢 就是2002年就議事規則第57 括弧細A條另外一個裁決 那個主要也是針對這個 就是 鄭家庫議員當年 2002年選舉條文集項修正條例草案提出的 全體委員會 12階段修正案的裁決 這個說法就是 就是 將這個法案有關事宜 和法案主題宜作出區分 當時的裁決 裁定法案有關的事宜 不一定符合 57 括弧4 括弧細A條 這個所謂法案主題 對吧? 裁決第11段這樣說的 我認為 跟法案有關的事宜 不能與法案主題事宜混淆 這是自為重要的 再作出政策決定 向立法機關提交法案的背景 以及再作出決定時所考慮的因素 雖然 與該決定有關 但不一定是法案的主題 因此上述超出草案主題範圍的相關修正條文 並不能藉著長題中 就相關事宜定定的條文的提出 而被視為符合議事規則的要求 為了修補這個長題的缺陷 令草案原有的修定條文 不至超出草案的主題 違反議事規則第五十括弧三條的要求 針對草案的長題 我就提出兩組修正案 分別是以律政司指引的第一種 以及第二種的形式草擬 希望政府當局接納其中一組 並且以政府修正案提出 否則 就希望委員會名義提出 講完 好啊 劉書長 多謝主席 多謝黃議員的詳細解釋 我也看到他的講稿 明了多很多 我想我只可以原則性回應 因為剛剛也是今天才看到 第一樣 關於黃議員提出 就是說 他的文件 他的講稿第六段 說長題定微的目的 並不包括 寵案以下條文 其實目的就是表達 即是說現有的男子寵案 其實就未必是 即是長題有缺陷的 那男子寵案就未必是能夠 即是那個 那個 那個草擬是有問題的 因為要改變長題 但這一點呢 我想我們是不同意的 因為譬如你提出那些 有兩點要很重要的 第一 他就拿了一些摘要說明 去說 是受制 即是 去表達 就是說 長題限制了摘要說明 即是摘要說明 受制於這個長題 其實就未必是這樣看法的 反而當我們看回議事規則 第五十七 四A 那個所謂 和法案主題有沒有關係 那樣東西呢 在那裏呢 就要調轉去看 就是長題 和摘要說明 和立法會的參考資料 和其他相關因素 那些是一男子的因素 去令到我們決定 那條條例草案的主題是哪裏的 而並非是 那個 並非說 那個摘要說明說的那些 是受制於這個長題 我想那個 因的關係未必是這樣 我初步看 但怎樣都會 就算我們看回 裡面的那些 說法呢 其實都是跟那個長題有關的 因為都是說 譬如那些 聲音紀錄那些 或者是說關於那些 損害程度那些 其實都是說 究竟那樣東西 是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豁免 即是版權上面 那這一點我們 是一個初步看法 第二點我想表達 就是 黃議員都很清楚解說 特別他講的第七段 就是說 會不會政府自己提出那些 草議那些 那些 東西是離開了主題呢 其實 那是不是證明 其實那個主題應該要改變 我想 我們的看法就是 如果發生這件事 我們會和立法會同時 看清楚 究竟我們現在政府提出的 一條條例草案 其實是不是屬於我們 這條法例的主題 就是主題是有關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最根本 所有 無論是政府或者是原題的 修正案 都要符合主題 不是的話就會不符合了那個 議事規則相關的條文 我想我初步的看法 我不知道 Henry有沒有補充 Henry你解釋一下 謝謝主席 其實 我也同意秘書長所說的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補充 其實就 主要來說 其實可能如果法律顧問 都有其他的補充的話 據我了解 裁定一個修正案 是不是屬於那個 法案的主題 就要看很多的因素 包括長題 包括條文的內容本身 包括摘要說明 包括可能政府給的 簡介 以及其他的 所謂一系列的因素 就不只是看長題的字眼 我們都是覺得 長題裏面 那個相關事宜 其實都是可以包在 那個 consequential amendment 相應修訂的做法 因為其實所謂相應修訂 可能其實 就先可能已經是包在 那個 長題裏面 某一個事宜裏面 因為相應修訂就是 因為那個 事項的本身 而引發出來的 還有那個相應 就是後面 講關於相關事宜那個 其實都 是可以有一個作用 就可以包到這些 這樣的相應修訂的 那王議員當然 都提出 有其他的一些例子 可能會分開寫出來 但是可能每一個 的條例草案的 情況 都可能有不同 那其實 正如 黃議員都說了 其實我們在 草議這個 長題的時候 都要 有兩方面的考慮 一方面就是 要清楚說到 那個 草案的主治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都要 考慮 在議事規則第五十三 第五十的三條裡面 講到說要用 一般性的 字句 來做 這個說明 所以我們 草議這個 長題的時候 就是選擇用相關事宜 都是考慮了 兩方面的 平衡因素 那最後 關於 黃議員 現在想修訂這個 長題 可能 法律顧問 都可以補充 據我了解 長題的修訂 是 有一定的規限 那就是 是因為 由一個 委員會 佳定的修訂 去某一個 條文的時候 而引致需要修改 長題的時候 那個長題 就可以修改 那這個就是我理解 好啊 主席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他們的部分 黃議員你等等 我們法律顧問 好啊